LAMIGO桃園10月6號不敵忠信兄弟 讓他們淘汰指數正式歸零 無緣下半季冠軍 儘管如此 桃園三連辦美夢 卻還沒完全絕望 忠信兄弟目前已經南跨了上半季冠軍 與全年勝率第一 如果黃山軍在包辦下半季冠軍的話 依照現行賽制 全年勝率排行二三的球隊 就必須進行五戰三勝的季後挑戰賽 勝者再晉級總冠軍 LAMIGO打季後賽的一線生機 必須滿足下列兩個條件 第一 目前在下半季排行第二的忠信兄弟 在剩下四場比賽當中必須拿下全勝 第二 瘋王魔術數字剩下M1的異大 在接下來三場吞下全敗 如此一來 桃園便能靠著兄弟 以半場勝差拉下一大 在下半季瘋王 進而取得季後挑戰賽資格 然而尷尬的是 LAMIGO今天要面對的對手 就是忠信兄弟 換句話說 只有輸給黃山軍 桃園才能避免 提早放寒假 一邊是全力求勝的運動家精神 另外一邊是輸球能讓球隊走得更遠 桃園該如何抉擇 已經引發話題 但是站在兄弟立場 會想在總冠軍賽 交手本季對戰勝率高達六成的異大 還是對戰十八勝十八敗兩合 勝率正好五成 而且還在前兩季 兵敗總冠軍戰的對手 LAMIGO呢 答案很明顯 但我們先姑且扣掉這種挑對手的陰謀論 用純數字去計算桃園進軍季後挑戰賽的機率 到底有多少 假設LAMIGO在七號和十二號都不敵中信兄弟 而黃山軍剩下兩場比賽對戰統一 拿下二連勝的機率是三成三四 接下來就只剩下桃園能否在八號到十號三連勝一大 機率是多少 答案是百分之五 但要同時滿足上述兩種條件的機率 只有百分之一點七 想看季後賽的原迷倒也不必絕望 畢竟本季一共出現了八次兄弟二連勝統一 所以把這百分之九十八點三的不可能 化為可能 或許比帳面數字還要樂觀 白天體育新聞綜合報導